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科幻电影《迷雾》 本篇改编自《史丽芬金》的同名小说 如果你没听过《史丽芬金》 或许你听说过他的作品 《死光》、《绿色奇迹》、《肖深刻的救赎》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说这么多呢,也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作者喊牛逼 虽然小说影视化后通常会比较会原著 不过这部电影的改编还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电影一开始就刮起了一场暴风雨 风暴过后,湖上起了大雾 但谁也没太在意 为了补充物资,男主带着儿子去镇上的超市 路上他们遇见了军队的汽车 军队的出现是告诉我们有大事发生了 果然男主带着儿子刚去超市不久 外面就响起了防空警报 从超市外跑来一个口鼻冒血的大叔 大叔喊着屋里有怪物拖走了他的朋友 一个牛仔男不相信,想跑回车上 这种人通常在电影里是第一个领便当的 果然没一会儿就听见大雾中传来牛仔男的呼救声 这也间接证明了大叔说的是真的 众人急忙关上超市大门 但他们此时还不知道物理到底有什么 所以还不太相信所谓的怪物论 一个妈妈担心她独自在家的孩子 她问有没有人愿意送她回家 结果自然是没有人愿意 这种情况下没人想去送死 这个绝望的女人诅咒了超市的所有人 随后就走进了迷雾中 当然超市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男主去仓库找毯子给儿子盖时 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撞门 他立马叫上几个店员来查看 突然从门送里冒出来的一只章鱼触手 将一个收银员小哥拉了出去 收银小哥那个惨啊 看到这里几个人不淡定了 男主拿起一把锁头就砍到了章鱼触手 到了现在他们终于开始相信怪物论 一个女神棍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 但大多数人目前都保持着理智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接着似乎为了让怪物论更加真实 第三波送死的人出现了 一群壮汉仗着人高胆子大决定走出超市 男主怎么劝也劝不住 于是用一根绳子绑在他们身上 结果一群人出去 没一会儿也成功的下线了 看到绳子上拉回来的尸体 人们终于彻底相信有怪物了 晚上超市的窗户上爬满了巨虫 人们好奇的拿着灯围观 不一会儿更多的巨兽飞扑过来撞去了玻璃 超市内死伤惨重 然而就在所有人拼命的对抗怪物时 女神棍却不知为何没被怪物袭击 这个场景为他之后拉拢信徒做下了铺垫 一帮人死里逃生后 重新堵住了玻璃的裂口 而超市内的人也开始分成两个派别 一派是以男主为首的理智者 另一派则是被女神棍洗脑的疯狂者 疯狂外相信女神棍是神的信使可以拯救他们 第二天男主为了救受伤的好友决定去药房取药 并带上了几个不怕死的勇士 女神棍立马跑出来说 他们这是作死 但一行人还是走出了超市 果然男主出马就是不一样 他们一路相安无事的走到了药房 取完药准备离开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没死透的黑人小哥哥 从他的肩章可以判断这是个宪兵 宪兵嘴里大喊着 I'm sorry 刚喊完话他就翘了辫子 鉴于死相太难看就不给大家看了 这种关键时刻巨虫出场了 在损失了几个人后 他们逃回了超市 众人逼迫着超市里的一个宪兵说出实行 原来这次事故是由军方的实践造成的 他们想打开一个异世界的窗口 但没想到从那边过来的不是天使 而是怪物 女神棍当即命令疯狂的众人 将宪兵扔出超市献祭 就这样宪兵成了他们愤怒的出气口 怪物很快就出现 抓走了宪兵 男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 外面的怪物虽然可怕 但超市里的人更加可怕 他和其余几个理智者一起合计决定要离开超市 女神棍发现后很愤怒 立马又命令众人用男主的儿子来陷阱 就在众人疯狂政治时 一个眼镜格一枪打死了女神棍 众人这才平静下来 随后他们在其他人的注视下开着车 缓缓离开了超市 此时他们只剩下五个人 男主和他的儿子 以及一个女人和一对老夫妻 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家庭在相往着生的希望走去 可惜他们最后没能走出迷雾 车子最后也没了油 而此时迷雾中传来了异响 几个人经过一番痛苦的纠结后 决定用仅有的一把枪自杀 但他们只有四发子弹 最终男主杀死了其他四人 随后他下车准备接受来自怪物的袭击 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万念俱灰 只见大雾中缓缓开过来一辆坦克 车上载满了被救援的幸存者 其中也包括电影最开始 那个要去找孩子的母亲 迷雾渐渐散去 怪物被狙杀殆尽 看似理所应当的结局 却变成了一个莫大的悲剧 这个结局和原著有些出入啊 也是整部电影最有争议的部分 喜欢他的人会喜欢的不得了 讨厌的人也会极端讨厌 但无论如何这部电影 远不只是讲了一个科幻故事 它只是借着科幻的外衣 为我们阐述人性 比怪物更可怕的是人心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